我昨天还在看动漫 一周后去了乌克兰战场 本作改编字 在俄乌战争中 媒体The Insider采访了一名 从乌克兰前线逃亡的 俄罗斯逃兵经历 与此前已有许多 相似经历的人一样 这名前俄罗斯士兵声称 他被欺骗签署了 与国防部的合同 随后在没有经过 充分训练的情况下 被派往战场 他在前线服役了六个月 期间受了重伤 最终设法逃脱 他讲述了拒绝参与绞肉机 进攻的士兵如何遭到非法处决 以及前线士兵中 普遍存在的酗酒 吸毒倒卖军火等问题 和日渐低迷的士气 202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我出门去附近的商店 一辆巡逻车停下 要求我出示证件 我没有带 所以他们把我送进了警察局 在警局里 他们开始检查我的身份 说我已经收到了义务 以征兵传票 我回答 总统普丁说 动员已经结束了 一个警察说 哪有动员结束的法令 动员还在进行 只是有选择性的 他们会在需要时招人 所以我现在是个逃兵 他们假装同情我 签下去吧 你可以去旁边的征兵中心 如果你签了志愿一合同 或许你可以被分配 去某个占地医院里干活 就这样 他们放我回家 我整夜思考 心想 反正都要去前线 不如干脆签下去 就这样 周六签了 周二就被派去了突击连 又过一周 我已经在前线了 那时 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一周前 我还在家里看动漫 看直播 过着普通的生活 而现在 他们却把我 送到乌克兰前线 我们刚安顿下来的前三天 没人打扰我们 然后 他们开始慢慢 把人抽调出去 我的第一个任务 是被派去挖战壕 从驻扎地点到村庄 要经过一条500米的开阔地 这500米 简直是死亡之路 你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下 乌军在那里 又埋伏一个机枪组 可以轻松扫射100人 唯一的掩体 是一辆停在中间的废弃坦克 而我们的指挥官 却天才般地决定 让我们围着坦克 挖一条战壕 把它改造成一个攻势 以便继续向前推进 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 因为无论是250米 还是500米的开阔地 你在上面暴露30秒 就完蛋了 第一批人是五人一组的 被派出去 至今我还记得 当时有四组 一共20人出发 当晚所有20人都死了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甚至没人能到达 那辆坦克附近 第二天 他们又派了20人 也没能成功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 FTV无人机 你在哪里都能被乌军看到 上空随时有15到20架 无人机在盘旋 监视一切 然后指挥官又想到 改在太阳下山 或黎明派人出去 他觉得在那个时候 无人机的视野会差一些 于是他们又派了 更多人出去 但也都失败了 因为即使是个五人小队 一起跑出去 也是一个很显眼的目标 所以三天内 他们就埋了近30个人 然后他们才意识到 两人小组比五人小组更好 最终有两个两人小组 成功地到达了那辆坦克 他们挖了战壕 指挥官兴奋地 把战国网上报 新闻开始播报 我们已经占领了 这个村庄 他们说 我们正从四面八方拱入 但实际上 我们连边都没摸到 战友们像牲口一样 赶过去送死 我的指挥官 以前是个超市保全 他梦想着 接受普丁表扬 他根本不在乎 有多少人死 那四个人 他们需要弹药 食物和水 结果一周内 又有70多人 在跑去和离开 那辆坦克的途中被杀 和你在电影里看到的 战争场面不同 这里没有抢战 因为没有人能到达 擒武器的射程 最糟糕的是 当你从掩体中出来 意识到敌人能看到你 乌军随时可以干掉 我只是去上厕所 回来后三十秒 两枚迫击炮 击中了我刚刚 结手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无人机 感觉乌克兰军队 在无人机方面 有多我们俄罗斯 五十倍的优势 想象一下 这么一大块地方 上面有四架无人机盘旋 他们投弹后 刚刚离开 接着下一组 四架无人机就飞来了 而远处 还有另外五架 他们都在协助 迫击炮和火炮较准 这样的攻击 持续了好几天 如果你被无人机发现了 就不能再回到掩体里 因为如果无人机操作员 看到一个红外线热点 然后又突然消失 那就意味着 目标躲进了某个地方 这样另一架无人机 就会飞过来 对那个位置进行打击 两周后 我们单位同250人 减员至20人 其中十人是后勤人员 上网里大约四成的人死了 其余的是三百号货物 也就是伤患 几乎一半都是重伤 即没有手臂和腿 中生残疾 我到达时 那个村座还基本完好 三周后它消失了 成了废墟 尸体堆积如山 我没有参与突击任务 我是负责撤离的 就是拉伤换 所以我会继续做这个 我也像其他人一样 跑到那辆坦克那里 我没有给他们带去补给 我只负责拉伤患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医学培训 我从未处理过出血的伤势 我到达的第四周 我冒险从掩体里 拉一个伤患回来 他已经在那里躺了三天 自己包扎了受伤的手臂和腿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有一次我又被派去 接另一个伤患 他们给了我一个医疗包 我走到一个开阔地 看到一堆倒下的树 我听到几乎就在我头顶的 无人机风鸣声 我看到树下有缝隙 我钻进其中一个缝隙 爬向更近的地方 感觉地面很松软 我低头看 看到制服 看到了死人 他们已经在那里躺了三四度 我开始惊慌失措 我听到上方的嗡嗡声 我意识到无人机看到了 他知道我在这里 我需要赶紧跑出去 这些树木肯定保护不了我 我开始试着从树丛下爬出来 爬出后我站了起来 开始跑感觉自己像木板一样下跃 我听到一声闷响 无人机击中了我身后的树丛 我不知道怎么在 居然能逃过一切 这真是太吓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